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在民事诉讼当中私人不法取证的介绍 一般来说在证据排除法则上面,大家会比较熟悉的是在行事诉讼上面 那在之前的文章里面,我们提到的是在行事诉讼当中的私人不法取证 那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来讨论的是民事诉讼上面的私人不法取证 一样的,民事诉讼法上面对于私人不法取证也并没有去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也是实务他们经由判决所堆砌出来的 用司法实物件解所堆砌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 目前我国实务对于民事诉讼当中私人不法取证的证据的证据能力 是如何判断说有证据能力跟无证据能力的 首先,最高法院104年的一个判决里面 他是认为说,基本上虽然说民事诉讼里面 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去发现真实以及去促进诉讼 但是这个东西虽然重要,但仍然需要受到很多法理的限制 譬如说诚信原则、正当程序、宪法的保障 那这些东西他其实还是应该去做限制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去 如果有人用私人不法取证的方式取得证据 我们应该去从发现真实跟促进诉讼的必要性 以及说我因为违法所造成法医的侵害 最后一个要考量是说,我这一个不法取得证据 如果让他有证据能力的话 会不会让之后的人也去有样学样去用不法的方式取得证据 就是所谓的预防理论 那这个判决他认为说以这三个方式去做权衡的比较来决定证据能力 就简单来说他给了一个方向 但是总之还是用个案的判断 不过这个判决他提出了几个情况是应该要否定证据能力的 第一个他认为说如果限制他人精神或身体自由 侵害人格权的私人不法取证的话 要排除证据能力 第二个是显然违反道德的 第三个是严重侵害法医的 第四个是我在私人不法取证的时候 我所违反的法规 这法规的法规目的在于保护重大法医 那或者是说这违背的行为 明显违反公序良俗 他认为这几种情况的话 这个证据应该要否定他的证据能力 要把证据排除掉 那第二种的实物见解 他是认为说原则上有证据能力 例外要排除 第一个判决 我们这边引出了一个台湾高等法院的判决 他是认为说 因为民事诉讼当中两兆是处于公平状态 刑事诉讼当中 一方是被告一方是检察官 对方拥有的是司法群的强大的能量跟能力 所以说 民事诉讼当中因为两兆处于公平的情况 所以说证据能力的审查密度 也应该采较宽松的态度 除非有重大不法行事 无证据排除法则之原用 那第二个见解是认为说 如果违法取得的对话 他这个是在专门讨论违法取得对话的部分 他是认为说违法取得对话 如果并非是隐私性的对话 那没有在这个对话当中没有介入诱导的情况的话 应该承认他的证据能力 第三种方式 他的意思是认为说 他因为认为说 私人就算是取得证据不法 但是被侵害之人 还是可以依照民事跟行事的方式 去做个救济 那无需用证据排除法则的救济方式 便可以达到吓阻的效果 所以他认为说原则上应该有证据能力的 那第三种呢 这是属于比较少看到的见解 他认为说完全否认他的证据能力 那更甚至他连读书果实理论 也认为说应该要在民事诉讼上做适用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认为说要去追求法秩序的一致 而且人性尊严隐私权正当法律程序 为宪法之基本核心 所以就算是你是民事诉讼 你也应该要受到这种宪法价值的拘束 所以说如果以侵害隐私权 人性尊严的方式所取得 物证或证言不具备证据能力 所以在看了我们刚才 大概看了这些见解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是 基本上我国对于在这种情况底下证据能力 基本上还是采权衡说 就是大部分会比较偏向是 基本上是可以用的 但是还是要去做权衡 所以其实还是陷入一种 比较个案的去权衡的方式 那各位同学如果遇到这样的 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也是一样基本上就是从他侵害的多寡 以及说他所要保护的法义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民事诉讼 所要去保 我提起这个民事诉讼 我所要去捍卫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最后再来第三个就是预防理论 就是嚇阻的部分 很多的见解其实都有提到这个部分 那所以同学在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从这样的方向来去作答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有点子 怎么样 我跟咱们有点子 我 我 你 消